周介怡、曾乐彤和杨天宇 来日一起衍生一个手标活动 还试带珍贵的名标 近年不少人都会选择买标 或者买砖头保值 不知道他们又怎么看呢 想有钱的话就放在砖头那里 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 还有也想换个再大一点的地方给妈妈 你拿到去18月首期 神经病,真的首期 我知道,你小心点 小心点 是啊,我可怕咪响到它 哇,你说都说了 不是,我之前刚才拿咪响 很害怕,很害怕 还有标,听大家说都说升得快一点 是的 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是周围想找一只标 那只标都是炒价的 好像他买入的时候是三十几万的 我听过说 然后三个月后 现在标是六十几七十万 是三个月而已 很害怕 为什么这些运不在我里出现 因为我首先不会给三十几万的标 我也是 你想等男朋友送吗 没有,只要有很多人 抱歉 没有男朋友送 不好意思,先提起你的伤心事 而且这么厚礼 其实都不是很感受的 是吧 你不知道怎么办 结婚了 自力更新吧 自力更新,女人靠自己 珍乐童的好友Jessica 早前宣布怀孕 这一天他就分享 和准妈妈见面的趣事 我之前有没有见过他的肚子 现在是否大了很多 大了很多 因为我也有约过去吃饭 然后他就 但他真的不像孕婦 他很健康的 正面看上去 你也看到有条曲线 但他自己就说 不行了,现在很肥 但其实肥不出 而且他也有去做运动 那就可以了,很健康 一说到肥瘦 你就很着急了 一点都不胖 漂亮 而早前和嘉宜合作 演出新片的杨天宇 就大赞和前辈合作非常轻松 为了操练的他 还天天练身手 有他在就不会 对 他会怎么哄大家开心呢 我不知道 他本身的气场就非常好 很鲜艳的颜色 如果气场有颜色的话 你可以说是 因为刚才你说动作电影 我看到你这一段 我看你的眼睛 你玩后空翻 是 有没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 因为其实我不是 正式练后空翻的 我还练了很多拳脚上的东西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练 因为刚刚拍完一部动作电影 那部动作电影 学了很多不同的艺术 即是武术 我就不想浪败 因为始终是 训练起了那个人 那我就继续选一些东西来学 那我就选了 街头健身 跆拳道 还有少少关斗 因为少少关斗来学 那都挺顺利的 那我每个礼拜继续练四五天